焦点216 立腺体DNA 立腺体DNA是位于立腺体内的环状DNA 被称为第25号染色体 因为细胞核内有23对染色体共24种 第一对是第22对为体染色体共有22种 第23对为性染色体有SY2种 所以立腺体DNA被称为第25号染色体 立腺体DNA有固定的基因组合 有16569个碱基对组成 美国科学家威尔逊认为 立腺体属于母系遗传 因为受精作用时精子只有头部进入卵细胞 所以立腺体DNA仅遗传至卵细胞母系遗传 异常的立腺体DNA也仅遗传至卵细胞母系遗传 若母亲有致病的异常立腺体DNA 则所有子带皆会离病 立腺体DNA的功用 鉴定母系遗传疾病 作为姐妹母女的血缘鉴定 根据现代人立腺体DNA分析 可推测现代人均是20万年前 一名居住在非洲的女子夏娃的子孙 立体 下列对于立腺体的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立腺体拥有自己的DNA 虽可自制少部分蛋白质 但仍需依赖细胞和DNA的调控 B选项正确 立腺体具有DNA可表现出自己的RNA C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立腺体基质中的克式循环 可产生NADH和FADH2等分子 D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糖解作用发生于细胞之中